哈喽大家欢迎来到明明实验室 上次有粉丝就在下面视频里面 就说叫我测评这个扫地器 但是我看它的价钱这么便宜 三四十块钱 搞得我去网上买了一个199的 看一下到底好不好死 我实在是找不到那个三四十块钱的扫地器 其实大家应该在路上经常看到那个扫地的车子 我感觉应该跟那个原理差不多 因为我看这个图片下面也是两个这个圆盘一样的笑话 这个就是这个扫地机 怎么感觉像以前的收音机 这个是我家的这个扫地机器能 这个滚刷跟这个还是挺相似的 这个也是上次测评的 这个有点不一样 它这个两边的这个边扫 中间这个中扫一直在转动 这么一点点 这个储备盒也太小了吧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带吸尘功能的 没有啊 其实这个扫地机器能也挺好的 就是老是扫到这个毛发 所以每次使用这个扫地机器能的时候就要在家里检查一边 看哪里有这个数据线什么东西掉地上 这一定要清楚啊 不然肯定会卡住 这个组装一下这个杆子就有点廉价 它这个也不是全方位的 它只有这一边 好了我们地上撒点垃圾 撒点吃的 这个特别好使啊 因为里面不仅仅有变 还有这个海苔 这个海苔是比较难清理的 它粘在这个地上 这开关是突出来的 感觉还行啊 它在扫的时候 它这两边这个圆形扫把 它都是往中间转 所以这个垃圾啊 如果碰到这个垃圾 全部往中间扫 然后扫到中间之后 这中间这个刷头 就把这个垃圾扫到这个 储垃圾的这个仓里面 感觉扫这个还是挺好的 就是声到位有点大 这太尴尬了 它怎么喷出来了 它从哪里喷出来的 哦 它这中间会掉出来了 你看 嗯 反扫了 它这往后面扫是没用的 嗯 扎成的 这太差了吧 亏我还是以为很好 哦 它这个刷头可以卸下来的 它一扫的时候 扫的时候 它就松掉了 我还是不知道刚才这个垃圾 怎么掉出来的 应该是这鞋子掉出来的 不能这样清洁 它就掉出来 你看 哎 原来这个除垃圾的这个盒子 本来就很小 它垃圾在这里的时候 你一工作 它这个中间的刷头 就把这个垃圾 应该是这部分这个垃圾 全部扫出来了 如果你这个稍微斜了一下 我开一下 你看 它就扑出来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感觉这个扫地 要时时刻刻的保持这个水平啊 扫的效果还行啊 挺干净的 老实话你怎么开这个扫地机呢 这个盒子 主要是这个毛发 太脏了 哇 这毛 这个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因为这毛发特别轻啊 然后这个又不带吸盘的功能 还有就是跟扫地机器呢 同样的一种问题啊 这毛发会捆在这个毛刷上面啊 你看 这样是推不了的 虽然它可以这个方向 因为它下面有两个轮子 都是这样转的 不能全方位这样转 又掉了这个脚 用一次里面的好脏 它这个托把就略微的激烈一些 我感觉扫地这个不好用是吧 你看这下面有两个轮子 这轮子是固定的 只能往前往后的 那么所以这个扫地的效果还行啊 这种比较大的垃圾啊 只要不是那种特别轻特别小的垃圾 还是能够扫的比较干净 因为它这个没有吸成功啊 所以轻的垃圾也是不能扫进去 刚用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质量有点堪忧啊 总感觉就是松松垮垮的那种 还有这个储垃圾的这个仓 我感觉有点设计缺陷 你这样斜着了 它会从里面掉出来 甚至你一开吸它会喷出来 总的来说我感觉一般99块钱有点不值 还有就是这个扫地的时候只能往前面 这个一个方向扫啊 左啊右啊或啊都不能扫啊 这个托地功能说到就有点激烈啊 这就一块固在这里 随为这样拖是吧 还不如拿一把专门的头发拖 总的来说我感觉这个就冲当我那个扫地 机器人的这个帮手差不多了 比如说有时候一小块地方比较糟 你不想启动机器人 你用这个扫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今天这个199块钱买了这个扫地 就收到这里了 总的来说一般买吧 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平衡点赞 好了拜拜